这是一个任何画面出现都不违和的城市 也许路过你身边的人 多路过几个人 你一下子就能看到不同的文化的感觉 我是一个唱歌的人 他对我来说是会让我产生一个 想事情的一个状态 爱乐之城 有关爱与音乐的旅程 今天要去一家唱片店 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唱片店的氛围了 没有想到在纽约还有这样一家唱片店 可以看到这么多 这里面好像全部都是黑胶 这边还有磁带 好复古的感觉 现在还能买到磁带好不容易 这边还是有CD的 哇塞 这边可以淘到好多东西 我以前老去的唱片店 我会给自己一些数字 然后就按照这些数字 随便选到哪一张 就买哪一张 遇到了很多 就是在我意料以外的惊喜 所以我想今天我应该会有很多惊喜 难道有我没买的 还真没有这张 说一张 我真的好细哦 可能真的是这两年唱片店逛的比较少了 然后现在都是网络音乐 就是单曲单曲的听 然后了解的也比较就是主观的去选择 可能就错过了很多 其他跟朋友在一起 可能更多的就是大家手机里面翻来听 互换歌单是必须的 我比较容易惊讶别人 我喜欢有一些比较相对复古的音色和一些 不是太快 但是听起来整个人又 它是背景音乐 但是你又不会忽略它存在的那一类的音乐 其实它很能调剂一个人的心情 其实还挺好听 我觉得还行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种 这种编剧里面的吉他音色 我听起来蛮舒服的 这种简单款的 这种属于 一个人没事遛弯和跑步的时候可以听的东西 我拿了两张所以可以送一张出去 我有一个习惯是我觉得好听的 我都会买很多份去回去送我的朋友 都是我的 我是一个带有传销性质的音乐 听歌的人 就是回去我觉得好听的 我就希望周围的人 下一次我们聊天的时候 我们会聊到有共鸣的地方 因为我跟我很多 就是在音乐上面很合拍的朋友 我们很多时候互相发微信 都是聊聊的 然后就互相开始唱了起来 这是一个很开心的过程 你看那个松鼠好大 这边的松鼠都不怕人了 很习惯 我去好多地方我都喜欢去找个有水的地儿 划个船什么的 显得很悠闲 不是放松奢侈 是守得让自己累一下很奢侈 就平时你出去周围人都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 有任何事情都先考虑 你要怎么样出行 你要怎么样方便 就周围的人都会考虑着你方便 你真的出来 特别是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 你才会真的有一种常态的生活 你该遇到什么就要遇到什么 我喜欢去做一些看似正常的事情里面 挑一点不正常的去做 可以 我想试试穿那个洞 花 你怎么想进呢 滑 继续滑 好嘞 进来了 讲要让 对 好了 到我了 没事 后边碰到船 这是个乌龟 这是乌龟 出来了 出来了 是不是很有冒险的感觉 我不是很想要走这种地方 要不你一直在风平浪静的 多没意思 真是的 我划船的乐趣 我说你比如说过那个桥洞 你就没有那么大的乐趣 就是你真的是去钻那种边边角角的地方 你就觉得它是一种挑战一样的 还是偶尔会有那种包袱 会觉得 自己要以一个什么样的样子让大家看到 然后下来的时候就 不知道是有意无意的 就会特别放肆一点 就想要做一些 它就是很不好看 但是呢 你就喜欢那个状态 你可能那一刻你就只想到 你想要是什么样子 谢谢 谢谢 很漂亮的 书签之类的 还做放大镜 他把那个树叶的那个纹理留下来 然后放到那个放大镜里面 哦 这里挺漂亮 我还没来过这儿 这边应该修了很久吧 看起来不 就旧的样子 会不会觉得有点欧式 好 她应该是常年在这边弹的 你看它CD封面就是这个门 就是这个柱子 我觉得愿意就把它用心地做成一个成品 然后在那边来销售的 最起码它有那颗音乐的心 它不是说我在街边为了 只是为了讨生活 它像是一种仪式感 有那个状态 你会跟这个世界 很多细微的东西 你会更容易捕捉到这些信息 你想要保持它的那一种状态 它才能继续地去做音乐 Thank you I want to get one Thank you 很多人会把街头艺人 用一句不好听的话 就是类似于叫卖艺 但我会觉得说 如果说它有CD 有这些东西 我宁愿买东西 不是说直接给个 有多少零钱是多少零钱 这个感觉有点怪怪的 做音乐我觉得太低头会变成商人 一定要保持着那一份 仿佛是有点高的感觉 本节目路线 由美国国家旅游局亲情推荐 Vegas这个城市 我远远地看的时候 是最有感觉的 一下子从周围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然后瞬间进入到很繁华的 每一个酒店都修得跟皇宫一样 我连着扔了十个 音乐分圈我看了这么多次了 但这次最特别的是 居然可以让我点歌 你忍不住 你就想要跟着音乐一起嗨 不自觉地就放过自己了